新闻来看到屏东一名继承车司机载到喝醉的女乘客 开上高速公路之后 女子开始失控 对着司机性骚扰 甚至想从后座跨到前座来 还伸出了无音角猛拆司机 司机干脆把车开到了警察局 不过现在也认为 这女乘客当时手跟身体已经碰到了排挡杆跟手刹车 造成她的生命危险 司机不满警方当下 只用性骚扰来处理 哎 计程车还开在国道上 后面女乘客突然发酒疯不断骂脏话 整个人站起来想往前坐爬过去 你坐好 你这样危险 被司机阻挡 女乘客伸出无音角就是一阵猛踢 现在高速公路上面 现在这样很危险我们两个都会死掉 你死 我会死 我不想跟你一起死掉 眼看女乘客已经碰到排挡和手刹车 情况越来越失控 司机不忍了 直接等一下带人去警察局我跟你讲 下了高速公路 直接把人再去警局 我就从国大 国山要上去 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突然间就 开始抚摸我 要亲我这样 事发在上个月28号 当时女子从屏东搭乘计程车 要去高铁左营站 准备回桃源 但女子喝得烂醉 在车上失控 让司机觉得神明受到威胁 但更让她不满的是 警方只用性骚扰处理 还有事后公司的处理态度 公共危险罪跟强制罪应该有吧 警察说 就影片来讲 就是人靠姓骚扰 请求法 我们公司的法务 都不想理你 文角千金的司机 就可以公司 全力提立听道理 我们这种完全没有帮我们 你姓骚扰是说 你手排挡危险 动作是公共危险 本分局会依据 当事人影书所提供之影片 依公共危险 最嫌主动侦办 警方解释 当下司机只有提到骚扰行为 所以只用性骚扰处理 现在将会依据影片主动 介入侦办 只是类似案件不断发生 也让继承车司机的权益 掀起讨论话题 既有高雄屏东 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